今天我在籌配我的第二本书 《这样煮》 《小孩才爱吃》 这本书就是记载着我跟他们一天一天的长大 知道他们大概喜欢吃些什么 才找到灵感 然后再出这本书 专家说小孩的味蕾是最敏感的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都一吃就知道 这个味道我喜欢 这个味道我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尽量用调味料 用人的手法去补出一些可能不一样的味道 其实我的孩子都很怕鱼腥味 但是因为我的有一道菜是那个三文鱼 然后上面加了很多的那个 还有咖喱 然后就可以去掉那个鱼腥味 所以他们吃人 他们吃人他们也不知道 基本上所有的食材我们都选的 都是对小朋友有益 然后对这些羊儿童 接近12岁的小朋友 就在他们发力成长的那个过程 都很需要的食材 烹饪的手法就是没有奸炸 都是比较多就是用炒啊 用烘焙啊 这样的一个煮饭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这样煮小孩才爱吃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这影片 更希望关注更多的视频 点击着 суд請按下 按下 点击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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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